詞曲 曲 李宗盛 那就研究了一下Unitex要怎麼做 那你研究Unitex 其實Unitex在 那個Gnu的platform還蠻容易的 那其實重點就這一個 你complete 加date-coverage 它就會把coverage的相關的東西build進去 那build進去之後 你可以在coin的library裡面有個script 叫lcov的script 那它會把它做成一個report的形式 然後這個上面其實只是說我加了一個option 這樣子我可以build的時候 我就可以加那個option來build 那這是一開始做出來coverage report 那這個report 給大家看片紅的 如果你拿這個report給你老闆看的話 你應該是不想活了 那所以 那就 看起來就很弱嘛 那就先寫一些Unitex 那時候我其實也不太熟酷音的API怎麼做 所以我的做法就很簡單 把API拿來 每一個API都開始寫Unitex 就是每一個API就用Unitex 確定說那API的行為是不是正常 也順便確定一下 我是不是到底真的知道這API在做什麼 那就這樣 這是一開始的API嘛 各位看到這個code 這是API code 那各位看到這個code 應該覺得哪邊好像少了些什麼東西 那這個解釋一下 這邊是candidate per page 就是說你在按下的時候跳出來幾個candidate 對 那這個code 完全不做參數檢查 你candidate per page 你在想一下應該會用個處法嘛 那如果你塞取它不就crash了嗎 那這樣子不做參數檢查好像不太對 那其實也沒什麼不對啊 因為 0 所以一開始 如果你引力的完後 你沒有去設那個candidate per page的話 它是直接就crash給你看 這個好 這個就 這是device by zero no by default 這個有點狂 好吧 那 所以就改嘛 通常你改程式的預設值 通常其實是不能亂改的 因為有些人 他會依賴你這些預設值來做一些事情 就是你預設值改了 他可能就不會動了 但是有幾個預設值 我想到最後改了還是比較好 那第一個就candidate per page嘛 那是預設的device by zero 應該不會 然後灌個library 結果一直跳一下session出來 這也不會一直跳 就跳一次就不會動了 呵呵 就是default select key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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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可以幫我做一些雜事 因為其實你直接college API 有時候 尤其是像你key的輸入的時候 你一顆一顆打就有點麻煩 所以我就打一個 那這個就全部加上unibase 然後就那段時間就是每天回家 就看一下這API在幹嘛 然後加個unibase 然後就這樣 那就是之前做的 就是至少這邊算紅的部分 就是branch跟function的部分是有些紅的 那其實它的部分其實就看起來就好很多了 那branch的部分主要很多是 arrow handling 是比較麻煩的部分 對 然後修Windows 那為什麼要修Windows 其實是因為我發現所有developer中 好像只有我 的機器 所以就只有我來修 那Windows一開始 它是用auto-tool 你要Windows上 就用這個minGW就可以build了 那build起來其實蠻簡單 因為我是 我現在是用ubuntu的機器 那就是apt gate 那在minGW 你就把apt 換成minGW 這個就ok了 其他後面build的部分 其實都一樣 那就是它會用gcc去build 那有些小問題 第一 那個minGW 對crlf很感冒 所以 你的gif defaultcheckout的時候 會checkout出來換行字 就會 那你轉成 寫錯了 那第二個就是 它顯示是用 那個 好像是utf16 那你就要把它 change call page change到utf8 這樣子 對 其實 應該要用vitro studio build 可能對Windows還 會 比較好 那 Windows Studio的project file 如果你有用過的話 它其實project file很大 就是你每次改一個小東西 它就改一整片 然後改一整片 其實又沒做什麼事 所以就很不想把它放在pd上 那就 就試試CMAC 用CMAC最大的問題 就是 因為我那時候 我本來是想找兔我去轉 那 找兔我轉 我查到一些兔我 大概都是說你 到最後你手動還是要修一下 所以我要先看一下 tutorial怎麼做 那看完 之後 就 預期 照著寫出來 應該就可以了 那 其實這個是CMAC的 就是 Live Queen的build環境 就是 大概是上面這些是target 我build出來 比如說你這邊是taste的話 你就是 add test add executable 然後這邊library的話 就add library 然後這邊data的話 去做 那其實你就照著把它寫出來之後 然後就 就 其實就是可以動的 所以本來是要找兔我轉 結果 看一看之後 就不小心轉出來 所以後來兔我也沒有用 那 它會有問題 不過這些問題後來都解決了 那這個其實是 就是search library的問題 那 在Vintual Studio 做好之後 你就試了 那因為沒有license 所以Vintual Studio Express 直接view Express 那一view出來 就 當然就會fail 因為 Vintual Studio 在 support 語法 跟GCC不太一樣 那第一個 第一個是 在output的時候 它會把東西放在 在 資料夾裡面 就是放在debug 或者是release的資料夾裡面 那 因為我的script 我希望它是放在root 跟目錄 就是不要有這個資料夾 所以我就要去改這個資料夾 要put the pass 那 破utfax 這樣寫 所以我要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就 改到手快斷掉 然後第三個就 破 designation initializer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是這樣子 就是 C99的語法之後 你寫一個tructure 你可以點這個datatype 然後就 後面就解 那這好處就是說 你這個datatype的位置 換掉之後 其實你的initializer 還是 就是不用改 那如果你是 一般用C89寫法的話 你就要照那個順序 那順序改了 你就要去改這些東西 就麻煩 我就 全部改完後就可以用了 這個就是 你直接打Cmake 然後就可以gen 那個project file出來 那它 那unitase也都ok 你只要在這邊 按rununitase 它就unitase就可以跑 那這個就是 那這個就是 在做 前輩 KC5大家有提供 randon streetase 它就是會用程式去randon 產生一些自傳 然後去解 這個script還蠻有用的 至少 因為這個script至少解 好像解了六七個 跟stability有關的issue 那這是vigran vigran呢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有用過 那我就是 直接把它接在 cmake script裡面 所以你的機器如果有灌vigran 它就 runtest的時候 它就自己會跑 ok 那這個是 adressanatizer 那這個tool 是 clan上面的一個tool 那你在build的時候 你就是 就 cflag這樣設就好了 那這個tool 它 vigran做的事情是類似的 但是它做法不一樣 那它是用intrustman的方式 就是它會去在你的code裡面 加一些東西 然後去記錄說 你這些memory access 是不是合法的 但是 加一些 加code的關係 所以 它能找到bug跟vigran 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這個東西如果有興趣 其實你Clan好像 我印象比較新的版本 我忘了是3.2 還是3.3 就是如果你有project的話 你可以跑跑看 因為我這個 一接上去又發現我自己code寫錯 那這個是 這個是 include while you use 那這個 那這個 目的 是 你用 之後 你就照 document做 然後去compile它的binary 然後用它之後 它會告訴你 你哪些include file 其實是不需要的 那這個是給你可以拿來清你的include file 用的 那我還有新增API 就是把debug API寄出來 那新增API的話 就要改version 那 比較多的是 autotour跟cmake versionformate不一樣 OK autotour是用 CurrentRevolution Edge 那 cmake 是用major-minor-revolution 那 在linet上 就是autotour 它會把 CurrentRevolutionEdge 用這種公式 轉成major-minor-revolution 然後它檔名就長這樣 major-minor-revolution 那 因為major 是你的sormate 對 不過 BSD 轉的公式不太一樣 因為它有一個bug 那它又 跟comparability的關係 所以它 那個 autotour 對 所以詳細的話 你可以去看這個 反正它的 就是用Current 所以 我這次major 因為 Current有上升 所以major就變了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所以就找了cmake另外一個option 用version number 這個option 那這個option 它是吃major-minor-revolution 所以它 跟cmake是比較合的 那還有遇到一些 Curse Platform alignment的問題 alignment 然後就寄個page過去 第一次寄配取嘛 就 不小心沒有配取到該配取的 就是我配取mac.am 但是 實際上要配取的是makefile 所以就直接把它的配取要炸掉 就 就 就 那 配取要炸掉就 上去說對不起 然後就 再接 那想說 不對啊 這個 no undefi這個 變數嗎 它應該要幫我把 undefi symbol 它會跳worni出來 不過很遺憾的是這個 其實在電解上是不會動的 所以就 大家寫Curse還要小心一點 就算有安全帶你也不要隨便超速 就是 安全帶其實可能是壞的 那 第二個部分我講一下CI Service 那CI Service的原因其實就很簡單嘛 就都很懶嘛 就是什麼都懶得做 所以我就希望說 它可以程式自己幫我跑 那這個Travis CI 那這個是kenlu接的 那這個我想大家應該都比較熟悉 那就是你加一個叫 點Travis.yml的檔案 然後把那個 就是CI的開關打開就好 那 有個好處 它可以build好幾種不同的configuration 所以 有一些參數 因為你跑的時候 你可能不會去捨 比如說這個 disable binary data 那你不會捨 但 不會捨的情況 就是變成說 你可能很久以後發現 那個option已經壞掉 你都不知道 那所以說你就可以用CI的Service 放你跑 那這是我們build的幾個組合 就是viagran HSNS 然後不同的option 然後還有做 那Covig report 用叫coverall這個設備 那這個方便的 就是你在Travis那邊 你只要跑一下coverall 那它build好之後 它就告訴你Overall是百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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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自動create download link 可以給大家登錄 好出來以後 閉完之後就這樣 我可以download 那個tubo 我也可以download coverage repo 這個是launchpad的PPA 那PPA的話 你要做三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你要把你 poil到launchpad上 用git protocol 第二個是要在launchpad上 開一個debian-lise repository 這個就是給你放debian的目錄 第三個就是寫recipe 三行 第一行指定debian version 第二行是把你的package加進去 第三行是把你debian的package 加進去 然後他就會幫你去 那ubuntu的話 ubuntu有一個 buck report的系統 它叫做appport 下一場誓言應該會講到 那ubuntu其實是可以把 寫到appport上面 那做法也蠻簡單的 你就在 這邊加你的package name.py 然後只要改兩行就好 因為它就這樣 可以好 就結束了 因為它的package name 是找執行檔 所以 以lab queen來講的話 像我用iBus 那如果發生crash的話 它report是report到iBus上 所以你這邊package name 你可能要有辦法去換成那個iBus 那這個就buck report 大概就這樣 整個東西都一樣 其實你也不需要跟我講什麼 拿那些東西我就可以debug 那接下來去做支持庫的整理 那支持庫整理的話 其實起因是這個issue 輸入趕走會跑出趕人 那這個 不然以為 那個library是不是哪邊有很奇怪的bug 那其實 它這個問題很簡單 就是你的rodata根本就是錯了 所以你buck出來以後 那個key就不對 那就清理 那侵略data其實 以cuni來講的話 它就是phone.issin 這個是智庫 然後它就會用sodewall去排 那tsi.src是智庫 它就是sodedismore去排 那就要改這兩個程式去檢查 智庫的正確性 那大概要檢查的部分大概就這樣子 就是智庫重複啦 然後有相同的frequency 那formate錯誤可能就是 你三個字就只有兩個in之類的 那注音符號打錯 是注音符號那個1-5-1打成1-2-3-1這樣 那長度錯誤還有發音錯誤這些 那後來就是 因為那兩個call其實 因為要改很多嘛 後來就是 其實這個sode雖然說是取代 其實就是整個砍掉重褶 就是把剛剛那部分全部接上去 那清落data的話 有就是要清這兩個東西 這個是發音特例跟 同音字有相同的frequency 那發音特例的話 大家可能不清楚 像這邊舉一個例子 那第一個例子就是 好萊塢跟霧這個字 那你去查字典 有實的 但是這個字只有霧這個發音 那這個 它其實算是一個特例 那聽哭的時候 大概好像找出 十塊 這種發音有特例的情況 所以就是用Estation Table去做 那第二個 那個中文如果是疊字的情況的話 第二個字要轉成琴聲 這個是另外一個特例 那同音字是相同的frequency 那當時這跑下去啊 那當時是跑下去啊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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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直接把code 抗密了掉 所以 如果有興趣的人 可以來幫忙清理一下 OK 那剛才講到Windows Binary 那個 Live部分怎麼view 那 他就講 Windows Cooling怎麼view 啊 Windows Cooling嗎 其實我不會 那個code其實蠻混亂的 所以 大家請發 但我知道 前面這位 Fake Cat的就是 還是 來view啊 應該 好像有些進度 那 因為 你還是要試嘛 就除了跑Unitas 你還是要試一下 他是不是能動 所以用tsf去寫 tsf其實有sample code 那就 sample code嘛 就很簡單嘛 就 全部看完拿來抄一抄 應該就OK了吧 OK 那但是 看到第二個sample 就完全看不懂 真是超慘的 完全看不懂 那完全看不懂的時候 就想起 我同事有說過一句話 msdn其實 重要的不是它的內容 是它的註解 其他人的註解 非 註解 註解長這樣 這 可能不太記得上一張圖 我給你看一下 它是這樣子沒屏的 所以它第二個 一生 所以 你看不懂 一看得懂的話 可能你是沒有在看 所以 所以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排成整個樣子 反正 結果很慘 就是了 所以 最後 看了正確的順序之後 終於會抄了 那抄出來大概就這樣 可以輸入 那 那個框都是 隨便畫 畫得出來就好 所以看起來都很醜 那 扣在這邊 現在 我是 動的 我不知道現在是不是可以動的狀態 如果有興趣也可以研究看看 然後 最後就是 我們在爭人 然後 我們其實 無力啦 那 你 Push Code 唯一的好處可能就是你現在吃Costcov 可能不用搶跳 那運氣好一點的話 你可能 可以坐到 發言台後面的位置這樣 那各位有什麼問題嗎 大家有什麼問題可以盡量舉手發文 那 好 就是其實我前陣子也有在看酷音 我是Keto 那 我一直有一個很奇怪的疑問 就是那 Frequency到底是怎麼生出來 就是怎麼決定那個Frequency啊 說真的其實我也不知道 他就在那邊 可能要查 以前的歷史 就是可能他們以前在 第一次在做的時候 就 就 就已經產生那個Frequency 因為我們其實 新家的詞 好像Frequency 都是設0 就是 User Data 會把Frequency feedback回來 所以就其實 後來就是設0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要設多少 那還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詞庫 因為 原本 前陣子我有 推了 因為那時候原本其實工具都寫好 就猛點丟出來 轉那個的 但是 你那時候其實 其實其實有提到說 你們 之前有討論到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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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之前 那詞庫怎麼處理啦 就是 一定 慢慢慢慢 慢慢疊上去嗎 還是 有沒有可能性就是乾脆 以前 有沒有討論過 拉出來 然後把它換個license 之類的 這個好像有討論過 不過現在 原來 好 好 OK 還有其他人有問題嗎 可以盡量問 我們還有 還有大概5分鐘左右 我 我 想問一下 那個 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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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